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新宿世界》 铁头和老乡豪秀秀吵架了 因为他们一个想留下来干农活,过着平静的日子 另一个想出去打工赚钱 而且作为二战一顾的秀秀正打算回日本东京看望大省 铁头虽然不舍,但还是让秀秀去了 没过多久,铁头就失去了与秀秀的联系 想见秀秀的铁头决定偷渡日本 投靠在日本打拼的同乡阿杰 出到日本的铁头受到了阿杰及其他在东京打拼人的华人的照顾 每天只能做一些分离垃圾清理下水道的脏活累活 而身边一些像老鬼、香港仔类的朋友都干一些黑活 例如在集市上偷东西、贩卖假的电话卡 但是铁头心里只想着寻找秀秀 有一天清理下水道的时候碰上警察清理黑工 在铁头逃跑的时候,还救了北野警官一命 没过多久,铁头在路边休息时出手相救了酒吧老板的莉莉 莉莉也是在日本打拼的中国人 与此同时,日本黑帮三合会正处换届改革时期 警方秘密关切 一天晚上,铁头和阿杰正在一家餐厅打工 偶遇了三合会黑帮大佬江口力成 更加巧合的是,他们发现原来秀秀嫁给了江口力成 酒会结束后,铁头心灰意冷,改变了自己一贯的作风 由于在偷渡时丢失证件 此时的他打算想办法赚钱,弄个身份,定居日本 从此之后,铁头开始带领身边的朋友走偏门挣钱 而阿杰胆小怕事,只希望能够拥有自己的粒子车 不久后,赚了些钱的铁头帮阿杰买了个粒子车,圆了他的梦 同时,莉莉与铁头的感情也逐渐加深,一同吃了午夜饭 当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时 阿杰因与德书的女儿暧昧,而被德书暴打了一顿 得知此事的铁头带领他的兄弟一起砸了德书的电 警察赶来后,北野警官和铁头相认,表达救命之恩,放了铁头一马 没过多久,阿杰又一次被台南帮的黑道抓了起来 这次阿杰的脸被划了一道疤,连手都被砍掉一只 铁头为了报仇,独自前往台南帮领地 碰巧遇上了台南帮谋杀江口历程,铁头出手相救 并且砍断了台南帮老大的一只手 事后,江口带铁头回家与秀秀相认 发现秀秀已经有了孩子,便拒绝了为江口工作,失望地离开 不久后,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 江口主动上门,请铁头帮他铲除三合会的组长 和其中想谋杀他的会长 铁头提出了帮他弄到拘留证和掌管台南帮地盘的要求 双方达成共识后,铁头进行了他的计划 后来,江口如愿地成了新一届的三合会的组长 铁头也成功地接管了新宿 但是,铁头并不想继续当黑社会了 他想做自己想做的事 于是他开了一家农业器械买卖店,把地盘交给其他兄弟管理 但是好景不长,权力令人性改变 这几年里,以前的兄弟已经不服铁头的管理 整个新宿乌烟瘴气 阿杰也开始自甘堕落,吸食毒品 事情愈发愈烈 北野警官找到了铁头 跟他说了很多 原来江口的欲望十分膨胀 还与阿杰联手贩毒 这个行为侵犯到了三合会其他成员的利益 于是铁头与北野警官前往新宿的地盘 希望他们不要一错再错 而此时,暗杀江口的黑帮成员也赶来此地 一场激烈的交战后 江口被手下打死 阿杰也被乱刀砍死 最后铁头将证据交给北野警官 尸体飘向了下水道的尽头 该片上映于2009年 由于场面血腥 没能在内地上映 尽管如此,在香港上映票房大卖 荣获四项金项提名 这项影片,成龙一改以往的英雄形象 人物形象塑造的有血有肉 值得大家一看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